今天台灣台灣來到的是 新北新店的錦文科技大學 現在餐飲業掀起了一股 永續飲食風潮 想要了解什麼是永續飲食 來這裡就對了 想要了解什麼是永續的飲食文化 當然要趕快來請教 我們的觀光餐旅學院的院長 院長好 你好 院長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什麼叫做永續飲食 好的 永續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用台灣在地的食材 然後用當季 然後要低食物里程的這個食物 我們把它設計在我們的菜餚裡面 院長拿出環保袋 上頭的標籤USR 指的就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聚焦社會議題 實踐永續發展 餐飲管理學系的系主任蔡淳一 帶我們一盔系上同學們練功的教室 桌上擺的餐盒 從包材到裡頭的食材 都蘊含了永續概念 永續餐盒最大的概念是運用我們的醜蔬果 並且格外品就是在市場上比較沒有備受好 好放售的一些商品來製作 然後再加上全食物的利用的概念來將它入我們的餐盒 什麼叫做全食材的利用 用講得還不清楚 就讓餐飲器上專業的準廚師們示範給大家看看吧 那像今天我們大家取得的這個黃甜椒 它是我們醜蔬果的一種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一邊看起來很漂亮 但這一邊可能有點稍微爛爛的 那我們在這個的話 到底要怎麼取用呢 我們可以先把比較不好看的這一面先取下來 那如果真的不太想要使用它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拿去做堆肥的作用 外型不理想的醜蔬果 透過簡單幾刀還是能入菜 謝忻跟蔡宥祥都是系上的資深學長姐 還上過電視台的料理比賽節目 接下來蔡宥祥要示範如何讓醜蔬果大變身 我們用醜蔬果 然後我們先配了這些的紅米 然後花米還有青椒 然後我們先進入裡面 然後也會製作我們打出禮雞 甜椒青椒丟入油鍋殺青 接著再把裹好粉的禮雞肉 放進鍋裡油炸 油鍋裡頭的油 其實也能重複再利用 它的油我們最後回收 每次上次他們會拿去做煮炸 對 所以可以這樣子做嗎 就是油炸完豆以後 那個油可以流下來 可以炒菜或者是拌油拌飯 這樣其實會很想的很好 鍋子熱之後 我們先下一些手去 我們這裡會先把我們的蒜末 然後跟羊羞下去一起化香 炒製它的顏色香氣出來 製作糖醋醬 要放入番茄醬一塊炒製 把酥炸好的肉塊 彩椒跟醬汁一塊拌勻 這道糖醋里肌不僅不醜還很美味 而醜蔬果除了做菜 還能變身成為果雕藝術品 比較醜的蔬果我們都會運用到它 外型本身的形狀 像這個比較彎的地瓜 我們在這個上面可以做不同的創意 像這個地瓜可以刻一個瘦翁 然後歪頭有點歪頭的瘦翁 然後像如果發霉的紅蘿蔔 我們切掉上面的一部分 可以將它刻成五瓣瓜 今天要示範的是蘋果填鵝 那我們先把它底部修平 果雕在造型雕刻的時候 會有削下來的零碎 物盡其用最有序 這一片會有爛掉的地方 我們也先把它修掉 那這就是我們的肺料 我們也先拿去種植蔬果 當作農肥 那這一片就可以把它吃掉 真的沒在開玩笑 在學生的巧手下 蘋果搖身一變成了展翅天鵝 看完了簡易版 李安璇手上的西瓜則是進階版 他平常會利用西瓜練習雕工 在瓜身刻出如花瓣般的圖案 剩餘的果肉可以品嘗 不能食用的部分就作為農肥 像是發芽的地瓜 就可以切下來種植地瓜葉 做到全食材的應用 不過除了中餐果雕之外 美美的日式和果子 應是下午茶 也能帶入永續的概念 永續烘焙的部分呢 我們會採用小農種植的水果 那水果呢我們會把它做成果泥 把它運用在甜點的部分 或者是把它烘乾成果乾 帶入我們的麵包的部分 那以及我們也會使用 有機種植的茶葉磨成粉 製成羊果子或者是荷果子的部分 正在製作荷果子的是大三的黃若醇 若醇在多項國際比賽中拿下造型荷果子的金牌 這回示範的荷果子 永續的概念就展現在內餡食材的選用上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內餡 內餡是什麼 我們這一次的內餡是使用擂茶粉 荷果子造型多變 內餡口味也很多元 這款結合客家擂茶十足台灣風味 另外一款包入的紫色內餡 則是選用南投竹山有機種植的植鼠下去製作 除了荷果子 想要來一個永續下午茶也沒問題 奶油先軟化 攪拌均勻 軟化後的奶油加入糖粉 麵粉 和有機種植的碧羅春茶粉 正在製作沙布列餅乾的林佳萱 也是各大國際參與競賽的常勝軍 沙布列是源於法國的餅乾 製作上相當費工 餅乾糊攪拌均勻 得先放到烤貝紙上頭 擀平 冷藏備用 接下來我們要示範 覆盆子口味的卡雷特蛋糕體 同樣先軟化奶油 半合糖粉 接著放入蛋黃 覆盆子果泥 跟覆盆子酒等濕性材料攪拌均勻 接下來我們加入過篩後的粉類 這裡面有有機的碧羅春綠茶粉 還有覆盆子粉 所有食材充分融合 先將卡雷特的麵糊擠進半圓形的模具中 就可以進烤箱 剛剛冷藏好的沙布列餅乾 以模具壓出可愛的小花形狀 烘烤後成形就可以擠上奶油來裝飾 擠花造型像是一顆顆珍珠 最後再放上藍莓 畫龍點睛 有發現嗎 不管是西式的餅乾還是和果子 茶都是相當好帶入的有機食材 茶葉我們可以把它磨成粉 帶入各種甜點 那我認為清淡的茶可以放入慕斯內 然後發酵較重的紅茶可以放入餅乾裡面 鄭瑞峰沖泡的碧羅春 就來自他家位於三峽的有機茶園 不僅不使用農藥 減少過去烘茶時 對茶農健康造成傷害 另外用手工採茶的方式收成 降低對環境的負擔 山頭上的茶園 還設置了人工濕地來淨化水質 在水溝當中 也放原生種的蘿類 營造出無毒 無污染的環境 讓營火蟲常住 也是對環境友善的指標 那我們的有機茶呢 因為它沒有 裡面沒有含農藥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 把第一泡給它洗掉 就可以直接道路開水 直接進行沖泡 手採一心二葉嫩芽 是三峽特有的品種清新甘仔 茶湯碧綠清澈 鮮活爽口 飲食下午茶則是採用全發酵茶 葉子經過小綠葉蟬咬過 茶湯喝來有淡淡的蜜香味 今天很開心來到錦文科技大學 郭老師帶我們了解什麼 叫做永續烘焙 當然不免俗的要來試吃一下 我們先請我們的若醇 來試吃一下我們的核果子 外皮吃起來很順口也很柔軟綿密 那我們內餡是使用紫薯 紫薯也是這一次選用竹山的 在地小農下去做魚喝果子做結合 因為是在地食材 所以縮短了農場到餐桌的距離 所以吃起來一定是很新鮮很好吃的 餐飲界吹起永續風潮 大學從教育開始將永續概念帶入 采用在地食材 有機農作 重視循環 環境友善 更珍惜糧食 同學們不僅展現了精湛的廚藝 每道餐點都希望對環境有益 別具意義 今天來到錦文科大 真的很感謝我們顧老師 還有所有同學 來讓我們知道 那麼多永續飲食的東西 謝謝 那我們也感謝台灣百味 來到錦文科大 那我們就來享用永續烘焙的 英式下午茶吧 到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